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由万通国际投顾 林中祥为您制作的标股及先锋 今天大盘又跌了270点 没有什么利空 昨天期货盘美国也不过小跌 美国没有怎么跌 对不对 今天的期货盘美国也没怎么跌 台北股市为什么跌那么惨 国安基金说要护盘 对不对 护盘你要护什么 护生技股 护生技股怎么有用 我一直跟你讲护生技股没有用 护台积电 护台积电还有点道路 对不对 要护什么 护IC设计 IC设计是全台湾 毛利率最高的产业 平均的毛利率都有30% 40% 50% 甚至有的100%的 99%的 对不对 不护 IC设计要护谁 有的本益比已经很低了 对不对 老师那本益比是去年的 好 去年赚三十几块 今年再差再差也赚15块 对不对 股价跌到这么低了 你拉一根涨停板 所有人气都回来了嘛 对不对 国安基金如果让我来抄盘啊 我告诉你啊 马上就上去了 好 大盘指数要跌到多少 大家都知道 以前的天花板 叫做12682 那我认为 就要跌破12682 让政府在这边搞抖 12682 对不对 12682今天收盘多少 12809也差不多了啦 真的啦 也差不多了啦 明天再跌个200点 就12682了啦 就要开始拉了啦 对不对 再忍耐一天嘛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大盘 2330的台积电 好好 都400块啊 所以一般给你K多少 5159张 给你K到395 对不对 台积电从680 688 688 我跟你讲尾数是8 达到395 是不是395 尾数是5 好 台积电明天 不要涨不要跌都没关系 不要涨不要跌都没关系 小涨一下是最好的 回在400块就好了啦 我也不要求多啦 400块可以吗 400块可以了啦 台积电回到400块 不会太难吧 外资要卖就给他卖嘛 把他赶出去嘛 对不对 好各位 3661的四星今天没有跌停 然后我们看一下四星 四星你看三根 你看我们卖的多漂亮 对不对 我们卖的多漂亮 我们卖完它就下来了 对不对 各位卖的多漂亮 好我们都有证据的 你看800买800市卖 当冲哦 然后手上的多单 我们因为买800市还留着哦 后来呢 后来我们800 800这边全部卖光光哦 全部卖光光哦 各位我没有骗你哦 全部卖光光哦 好 现在重点来了 重点来了 我问你 四星他没有跌破这边的低点 来各位跟你讲一下好不好 大盘今天破这个低点 破这个低点 破这个低点 全部都破了嘛 季线离很远了嘛 乖离率那么高了嘛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四星 他没有跌破这边的低点 老四也快跌破了 明天再一根跌停板就跌破了 对不对 明天再一根跌停板也不会跌破 他明天要一定要收一根 下引线的一根逆袭仰棒 所以今天也爆大量了 爆大量代表什么你知道吗 代表有人在吃货 代表有人在停损 不然搞一个那么大的量干嘛 一万多张哎 对不对 对不对 四星 对不对 各位再来看一下 6533的金星科也没跌了 也没有跌了 昨天长黑啊 他不需要大涨 他这边信不信的信不信的然后再拉 对不对 也要拉啦 6533的爱普 对不对 老四今天开板红的一路杀卖压虽然不中 我认为这个散物融资退潮的卖压 哎 爱普你知道啊 上半年赚十几块 对不对 今年全年大概赚二十块三十块应该没有问题 现在股价也不过140嘛 我是政府基金操盘人我把爱普拉一根涨停 我拉两根涨停我告诉你 大盘就回稳了嘛 每天去买台积电 爱普不能买 哎 爱普本益比现在也是十倍而已 我是政府基金的操盘人 我就给他拉一根涨停摆 他又不像什么 又不像什么 又不像这个金利科 没有赚钱嘛 今天又跌停 我在这里我就告诉过你 我叫你这里叫你要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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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不听 对不对 我们郑老师说 他营收会到一亿 我说到一亿你再来买都来得及嘛 五千万变三千万 三千万变两千万 两千万变一千五百万 那营收到一亿的时候 公布了我再来买 就算我追涨停板我也不怕啊 总不能每天画梦啊 对不对 各位 爱普 9月的营收回到4亿了嘛 又是做D-WAN的3D封装嘛 对不对 上半年 已经赚了 我们如果以切割来算 上半年已经赚了15块钱 今年下半年就算通膨再怎么样 我少说我不要说多不要说赚30块嘛 赚25块嘛 百亿比也不到10倍 我在这里我是国安基金的超版人 我在这里拉了一根涨停两根涨停 马上就碰到了季线 这个哎 这个拉涨停板 我不需要几千张就够了 你知道吗 昨天外资还在买 对不对 我给他拉一根涨停 我给他拉两根涨停就上去了嘛 3035的资源 也跌到跟猪头一样了 今天还红的 对不对 我给他拉一根涨停 也不过分嘛 毕竟 资源今年 应该EPS也还好嘛 那你要拉什么 拉1795的美食 是不是 你们去拉嘛 对不对 你们尽量去拉嘛 拉美食 使得更快 拉美食 你去拉嘛 你去拉六五四七的高端疫苗 是不是 你再去拉嘛 高端疫苗 人家日本都不承认 结果 竟然说 我们高端疫苗 跟政府 跟政府沟通就可以了 私相授授就可以了 这实在 我觉得有时候不知道 各位投资费 我不知道这个政府最近在搞什么 今天我改告诉你 外资一定卖超 但是外资卖超 难道每一支股票都会卖吗 6533的金星科 他昨天就买了400多招 对不对 今天没有跌啊 全场都红的 现在好像只有外资买得动 投信在干什么的 投信你有本事 你看那个本一笔够低的 你就不要买一些乱七八糟 你全部去买IC设计就好了嘛 對不對 我跟你讲IC设计一拉上来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啦 你把手上的美食 保龄附井 保瑞 这些你有赚的 全部干掉嘛 做肥料嘛 全部来买IC设计嘛 那不就上去了吗 那不就上去了吗 3034的联酉 跌到200块 对不对 我给他拉一根涨停板 会很会很难吗 老师 他 8月9月的营收不好 对啊 那如果下半年开始变好了 对不对 最坏也不过这样 我给拉一根涨停板 难道会过分吗 拉一根涨停板 人气都会来了 难道不是这样吗 去年赚60几块 今年再怎么烂再怎么烂 赚30块 会过分吗 不会啊 30块本一比10倍 涨到300块 我给他拉两根涨停板 涨到300块 然后就在那边整理 不行吗 你要去拉什么 2618的长农行是不是 你的老师 还带你去买长农行是不是 这里去买是不是 没跑对吧 又停损了 我告诉你 不是停损的问题 你连停损都停损不了 因为你上个厕所回来就已经跌停了啦 老师那个机票都买不到啊 老师那个机票又涨价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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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股票多少钱涨上来的你知道吗 有啊 这只股票11块涨到30几块 涨三倍了 涨三倍了 涨三倍了呢 涨三倍了呢 你去拉他 像话吗 我教你的258 对不对 2330的台积电 各位 688 我教你的258 已经腰斩了 跌到395了 好 我不 我不 强求 我不强求 他就给我再400块左右 380 400这样 震震震震 外资要卖就给他卖 对不对 3030的资源 对不对 各位 快回到起账点了 我们当初买50块钱在这里 300块跌到多少 跌到100块 我给他拉一根涨停 过分吗 3661的四星 也还没破底啊 对不对 我给他在600块附近整理整理 然后给他拉上来 他EPS很好 对不对 那3228的这个就不要说了 因为这家公司 我没有意见 你们要买你们自己去买 我不买的 今天又跌停 对不对 业绩出来再说嘛 对不对 有接到订单是不是 那业绩出来再说嘛 当你真的一亿 我就带会员去买了 我电视上就大力推荐嘛 大家都去买嘛 业绩先出来嘛 对不对 艾浦 你看一下 这里900多块跌到现在140 那我就要问你 当然啦 140是怎样 140是因为他一分为二啦 所以140大概是280了 那以280来说 各位也是这里 当初300块涨上来这个底部区啊 公司获利还不错啊 他要站上季限就开始冲啊 这支股票 我是国安基金的操办人 我一天给他买1000张一定涨停板 他公司不会倒啊 人家有EPS的啊 我给他1000张涨停板之后呢 站上季限他最少 不要说多嘛 对不对 涨个五成一倍合理嘛 EPS来算合理嘛 对不对 难道不合理吗 那你要去拉什么 你要去拉2603 不用了啦 2618 不用了啦 1795 不用了啦 1795的美食从多少钱 六十几块涨的 哎 六十几块涨到快200块 也涨了三倍了 哎 他又接到什么新药 他又接到什么废话 涨三倍 当然是接到新药才会涨三倍啊 那没有没有接到新药 不是 永远在六十几块混 难道不是吗 对不对 各位 还有呢 六五四七高端疫苗 400块 对不对 蔡总统你也 比较好心一下 把你的手碗借出来去打高端 赖副总统你也好心一下 去打高端 400多块 现在剩下60块 连起上点都跌破了 我不晓得你们在搞什么 美国很好 美国要的都是自身的利益 当然了 我讲话 人为言轻 没有什么用处 但是 各位 真的要这样搞 那我们可以做空啊 我一定要把它空下来啊 对不对 空到他下市啊 难道不是这样吗 对不对 反正大家都摆烂嘛 国安基金也在摆烂嘛 对不对 政府也在摆烂嘛 要选举 说要做个选举行情 台湾竞争力最高的产业在哪里 国安基金护盘 你有事没事 你去护什么 美食啊 还是护什么 保龄附井啊 还是护什么 高端疫苗 高端疫苗取中人散了 对不对 各位 不护台积电要护什么 对啊 正常啊 就是护台积电了 对不对 国发基金卖掉也把他全部买回来啊 对不对 台银每天在买台积电啊 台积电最早先不要跌嘛 对不对 不要急拉嘛 没关系嘛 我就在400块手稳 然后偶尔拉一下 拉到400500500 再这样这样震来震去 震来震去 就像在这样震来震去 震来震去 这样合理嘛 对不对 就像这个 这拉一根涨停板会很难吗 你国安基金有的是钱啊 1000张就涨停板了 不要多啦 对不对 65 三三的金星科 对不对 前面这里也大涨啊 后来这里做出一个底部又上去了 对不对 各位 在这里 先守住再说吧 少稳稳的再拉嘛 这样不行吗 这样会很难吗 不会很难 对不对 3529的力旺 对不对 各位看到没有 也差不多前一波的低点也是从这里拉上来 也是从这里拉上来的 这里整理整理整理 只要再拉上来 不行了 毛利率百分之一百 对不对 我需要拉什么吗 我只要拉几只股票就够了嘛 人气就回来了嘛 所以各位 我还是告诉各位投资票 你不拉IC设计 你在这里要拉什么 你教我好不好 软啪啪说 我们在拉这个 生计 生计多赚多赚 涨了三倍还在拉生计 1795是不是 业绩很好是不是 对不对 60几块拉到200多块够了吧 让他回到100块附近整理整理不行了 对不对 各位 就像我告诉你的2498的宏达店 我们出掉了 我们出掉 我们出在这里 就像我告诉你的2388的卫生 我们出掉 我们出在8890块 8890 现在又回到 现在回到60了 老师他会不会跌到50附近 跌到50附近也差不多了啦 你还希望他跌到哪里 干脆威胜跌到0好不好 你比较高兴嘛 对不对 2498的宏达店 干脆你再跌到30块再来买嘛 对不对 人家元宇宙做的稀里哗啦的 当然了 我是希望他跌下来做一个底部 我们再来买了 难道我这些讲话有错吗 各位 国安基金要护盘 找中翔老师来护啦 我告诉你 不要管怎么样 你只要找台湾竞争力最强的产业 要拉两只涨停板 我告诉你 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大盘的指数怎么看 老师大盘的指数怎么看 我们用月线来看 你看跌到起账点 这也是一万两千一百四十四点 一万两千点 我们用月线来看好不好 月线月线 月线月线 这有一个月月月月 来看一下月月线 你看月线 月线这里是不是一万两千点 就在这里 对不对 难不成你要跌到一万点 难不成你要跌到一万点 那那就干脆跌到一万点了 大家手上股票卖光光 赶快明天反手放空赚更多 对不对 老师空单成本很贵 赚钱还有什么成本的问题 老师空单要120% 会赚钱120%要晚 今天晚上看我的TELAGRAM 各位 我在这里跟你讲的很清楚 如果外资 今天在大杀的过程中 他可能卖台积电 可能卖长荣行 可能卖长荣 都没关系 但是如果他有买的IC设计 明天给他拉上来 那就对了 祝各位投资票操作顺利 谢谢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刑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